连续第12年举办的苗栗县文状园选拔竞赛盛大登场 由600多位国中小学生上场来比试 县长中东警示当场来抽题 所有的考生就要现场来写作 展现阅读的心得 而这也是县府全面来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亮点活动 一年一度的苗栗县文状园选拔活动登场 复赛在巨蛋体育馆展开 上午场次由国小五六年级应试 下午则是国中七八年级 请民国中小学生带来悠扬乐音为活动暖场 我们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文状园书籍之外 其实我们也配合文状园这样的一个主题 在十八乡镇的一个图书馆 其实也都能够介约到我们这十八本的一个优秀的图书 我们也是希望孩子各位同学能够从阅读开始 由苗栗县政府联合国中小学校 共同办理的全县文状园选拔 让学生透过主题书展 首读推荐书籍 再聘请学者专家从中定出作文题目 考试当天由县长随机抽题 今年特别设计出AI硬打机器人 让县长电脑抽出考题 五年级的考题是碧翠斯预言 六年级抽的了不起的玻璃 当场就有考生小声欢呼 县长也祝福考生从容应对 写出个人的创作 这个文状园的比赛 真的一定能够大力提高 我们苗栗县县内小朋友的这个写作的能力 当你把文章写出来的时候 这篇文章就是你的节奏 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个 让苗栗县每一位小朋友都有很好的教育环境 我们也会尽量让大家能够就进入学 让读书读起来不但功课很好 那个当然品性也是非常的重要 考题祭出县长敲响大罗宣布作答开始 县长贴心巡视考场 所有试卷将在4月10号评审 4月19号在县福网站公布成绩 选出各组一名状元 加上榜眼 叹花 近视 秀才等 共有104名优秀学子获得表扬